我可以 親你了 我真應該把你這春光滿面的表情給你拍下來 你怎麼了 你是夢到跟大帥哥逛幾晚餐了嗎 差不多吧 你是不是有新戀情了你沒告訴我 我不知道算不算 你拿什麼呀這是 這是跟泉泉在親子活動上面做的蛋糕 她說要把自己的這一塊留給乾媽 還是泉泉對我好 乾媽沒把她 做得挺好看的嘛 肯定不是你做的 誰做的呀 反正不會是我呀 你知道我的我從來都不會做這種東西 這麼好看的蛋糕 你幹什麼呀 我跟你說 你看看那個表情不比我剛好到哪兒去 是嗎 說實話 是不是有新戀情了 肯定不是周竟 那是誰呢 蛋糕師傅 怎麼可能啊 那誰嘛你跟我說呗 是吧好姐妹了快點的 你記不記得我有跟你提過 泉泉的爸爸 記得呀 怎麼了那個沒有良心的回來找你了 我告訴你啊米慧 她要是活 她回來了 她不僅回來了 現在都跟泉泉相認了 什麼 你先答應我千萬不要激動啊 冷靜 這個人是星期 獨角獸啊 對不起嘛曹木 我之前沒跟你說 是我不想節外生枝 我甚至都沒打算告訴他全權的存在 誰知道事情就突然不可控地發展了起來 就變成了今天這個樣子 我就說你們倆中間有一種莫名的曖昧氣場吧 我還以為我的戀愛雷達不靈呢 請收起你那些少女的幻想 我跟她就只是全權的爸爸和媽媽 沒有其他別的關係 現在沒有 不代表以後沒有啊 兩個月之前你也沒想過跟她共處一室 朝夕相對啊對不對 再說了 全世界有幾十億個人 你們兩個錯過之後 再次相遇的幾率是多少 大概 還真算呀你 你們兩個就是 命中注定天生一對 這不就是偶像距離的橋段嗎 別的不說 就算圖心情的美色 她也值啊 有嗎 冥慧 不要讓過去的陰影 籠罩當下的幸福 如果你對她有感情 其他都不重要啊 我懂了 我懂了 如果有一天 我能確定自己的心意 我一定不會迴避的 記住你剛才說的話 我也要去追求我的幸福了 誰啊 我告訴你 鴨子要不要 送給你了 還好我有準備 要被表白 一定要美美的 就這地兒選得也太一般了吧 表白不選個浪漫的地兒 好嗎 是啊 你怎麼在這兒啊 你不是應該跟他們 我 我應該怎麼了 靜靜 嫁開我吧 你約我幹嘛呀 你想不想看電影 我可以說我不想嗎 能啊 我還以為 電影票是不是已經買好了 買好了 沒關係 我開玩笑的 走吧 我看電影最不喜歡錯過開場了 等我一下 敏蕙你找 姚主任說你找我 不知道欣總也在 來 快坐 怎麼了 是這樣子的 藍鳥的大股東 RG集團 對我的心臟AI建模技術 不是很看好 星期前幾天 飛了一趟北京 見了一下RG集團的董事長 飛了好大的勁 才說服他幫我們 但前提就是 我們得在短期內 做出一個簡單的演示模型 他才會幫我們說服其他股東 需要我幫你做什麼 技術方面的問題我來解決 但我現在就需要一個 極為特殊的病例 作為演示對象 特殊病例 怎麼算特殊啊 病情要足夠複雜 治療難度大 如果是先天的 那就最好了 我希望儘可能地展示出 AI建模在心臟病治療 尤其是手術領域的應用效果 病例我會儘快幫你找 但我得給你提個醒 像這種病例的話 涉及到了患者隱私 如果對方不同意的話 其實你很難用 這些我們清楚 還是麻煩周醫生 按照要求找到合適的病例 就虧了 剩下的交給我們 不麻煩 我和敏慧這麼多年朋友 就讓小忙我很樂意幫 謝謝啊 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飯 吃完飯一起找病例啊 她沒空 時間緊任務重 我等一下馬上就得回公司 開始做演示模型了 那沒事 那我晚上一起吃 對了晚上 晚上我會讓哈爾里去接群群 你專心工作就好了 好 好 各位朋友 請允許我 耽誤大家一點時間 我們一起來共同見證 一個幸福美好的時刻 就在今天 我的一個好朋友 想要在這裡 在大家的共同見證之下 向她心仪已已久的女孩表白 我希望大家 能夠給她一點鼓勵的掌聲好嗎 好 好 下面 就讓我們有請出今天的 女主角 好 陳嘉姐你果然沒讓我失望 陳凱洋小姐 請